大家好不好 叶本寨 大家 来来做一些 大家好 好 本来 我通常 上台的话 我默默坐在旁边 因为 重点不是 对我来讲的话 不过呢 他是隐年人 所以哪有讲的话 既然今天他 你是说 他每个月 就在台北导览舞场 那么 他是 已经是 刚凶火屋了 那么 我们 我今天上来 也是 稍微介绍一下 臣华庙每年春秋两季 做一些 那个 拜到的 所以 这个 现在是清清开始 清清的拜到 那么 这个 大家看到这里很多人 参加在列道 我也是希望大家 既然有机会来到臣华庙 那 参加在列道 希望大家 能够 能够 在 祈求平安方面 能够有所帮助 那我这一个 本来是 我们的夜馆长 是 请我们的董事长 然后 我打开今天董事长 我 就 趕快上来 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开始 秦皇庙 是 清朝时候是观庙 日去时代 被资本人 那个 庙也废掉了 另外 大家知道 另外有一个 我们在228公园 博物馆 副 左边 有一个 台北天后宫 那个也是观庙 台北的观庙 文庙 武庙 这个 天后宫 还有秦皇庙 如果大家有机会 参加你的礼拜 第一个礼拜天 呃 的导览的话 那 我们这个夜馆长 就向他来介绍 不过现在我要介绍 介绍的是 因为我们秦皇庙是观庙 就是等于 把我们废掉以后 我们光幕 民国三十六开始 就 迁到这边来 恢复这个 心态 他的 诞城 秦皇庙的诞城很特别 唯一的 所有的生命 好像都是 用兵 用舅力的来 算他的生日 但是我们 台湾省什么样呢 是用国力的 清廉 用心力的 十月二十五号 那么这个十月二十五号 是 我们城隆里的干涉 大概 那时候那一天 有一些 活动 欢迎 各位 有机会 有时间 来参加 我们会请 进入一轮钢 或者是 有那个 国业典奏 当然 最主要的是 我们在城外战争的时候 有个 三线 我们三线里 有庄园工作 你们大概 都会有 警示长到 或者是民政局长 曾经也有忙 请亲自参加 欢迎大家 那一天 请来观礼 祝大家 身体健康 非常愉快